大家好 这节目和各位分享一下 B-SIM主题的DEMO演示站 我们先来到这个网站 这是B-SIM主题的官方网站首页 这是500 截止到目前 B-SIM主题一共有500多个DEMO演示站 现在是2020年的3月12号 这个DEMO演示站就是用B-SIM主题能创建出来的网站 我们往下走 在这个位置 左侧有一个筛选器 这是布局 下面还有一组是主题 这个布局里面有这么几项 第一个是one page 也就是单页的 现在一共有529个DEMO演示站 点击图片会打开这个DEMO演示站 我们可以看到具体的样子 因为DEMO演示站的数量太多 我们可以进行筛选 比如点击这个one page 这500多个里面有93个是one page的 这个one page就是一页的网站 就是导航上面有很多个选项 点完之后呢 它自动会在同一个页面上定位 比如这是首页的首评 这是导航第二项 第三项 第四项 第五项 它都在这一个页面里展示 这种的叫one page 这第二项呢 是portfolio 是案例 类似于案例作品的发布系统 或者是案例发布 或者是图片发布 和文章很像 这一组呢 就是带文章的 虽然它叫blog 但是一般在这种弹幕演示站里 它用blog做新闻或者是文章发布 是在国外的服务器上速度有点慢 这个网站的news就是用文章做的 用wordpress的博客功能制作的 这是文章列表页 新闻列表页 在点进去之后是文章的详情页 左侧 这个box是核模型 比如我们打开这个网站看一下 主要看它的宽度 像这种网站 它的宽度都是固定的 现在我这个显示器的分辨率相当于是1280x800 如果在比较大的显示器上看的时候 会是这个样子 我把浏览器比例变小 它两侧是黑色的 这是一个固定的宽度 那我们再看一下 刚才看到的 比如说这个网站 这是非核模型的网站 如果把它的宽度变窄 看看是什么样子 当我把比例缩放到33%了 或者50%的时候 它仍然是能够充满屏幕 像这种布局 一般都是全宽的布局 接下来我们再看下面这三个 这个Duck是黑色的暗色调的网站 这个Light是明亮色调的网站 这个Shop是带WooCommerce 带商品 带产品的网站 BE主题自身是不带产品发布系统的 它只有一个文章发布和portfolio 作为案例 还有一些别的模型 主要是这几个 它不带产品 BE-SIM主题想要带产品 它就得需要一个WooCommerce插件 这个Shop分类里面 一共有18个结果 这18个网站用的都是WooCommerce WooCommerce是一个免费的插件 像这个产品的罗列 还有产品的详情 都是用的WooCommerce 再往下走 下面是根据主题来分类的 比如第一个是小动物和自然 只有一个结果 这是因为上面选了一个商店 就是关于小动物自然类的 支持商城的只有一个案例 我们把上面这个取消 小动物自然的案例有26个 艺术画册类的有42个 汽车自行车 这是健康类的 为什么给大家看弹幕演示站呢 我们在做一个网站之前 最关心的就是它将来的样子 将来这个网站的样子 是不是能满足我的需求 那么我们可以先看这个主题的 弹幕演示站 B-SIM主题的弹幕最多 现在有500多个 我们从这些里面先挑一个 看一下它的首页和内页 看一下它的布局配色等等 如果有80%以上都满足我们要求的话 就可以选这个弹幕演示站 然后选这个主题 如果B-SIM主题里面的 所有弹幕演示站都不符合我的要求 这个不符合包括布局配色 以及它的展示方式 和我想象的都不一样 我不建议你购买B-SIM主题 不要用B-SIM主题搭建网站 因为Wordpress加B-SIM主题 做网站的这种方式 会受到很多限制 主题开发者允许我们修改的 我们才能修改 如果你想要一个功能 它这个弹幕演示站里边是没有的 是不具备的 比如说某个展示效果 那很有可能会做不出来 根据我的经验 如果某个弹幕演示站 基本上符合你的要求 再用它做 千万不要有这种想法 我买了B-SIM主题 然后我要把它改成我想要的 那样性价比太低了 而且不一定能改得过来 好了 这节课内容就分享到这儿 接下来呢 我还会给大家分享一些 用B-SIM主题制作的案例 这节课内容就到这里 下次见 这节课内容就会给大家看